主席 那也表示說 二代健保的改革 跟所有全國的人民 真的是息息相關 非常重要的一步改革 那我在這邊也要期許 這樣的改革 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因為台灣的健保不能到 那但是在這個過程 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到底為什麼要從 一代健保改成 二代健保 署長你要不要把剛剛你 報告裡面很重要的那個牌子 再拿出來一次 為什麼要說補充保費 你從報告裡面剛剛你一再 提到我們到 二代健保的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一個是符合公平正義 因為過去我們都是 受薪階級的人在 繳交我們多數的健保費 那二代健保呢 其實是希望說把一些 收入所得比較高的人 過去扣不到的保費 我們要來扣對不對 對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自己也是覺得 這個不是公平正義 好那本席會認為 如果是基於公平正義 有一些立場一定要守得住 我這邊提到的 這個是上個會期 其實我在質詢的時候 就提出來的 有一些人基於公平正義 不能課的就是不能課 上個會期我提到 就是有一些弱勢家庭 有一些十八歲以下的 辛苦的學生 他們的打工費用 如果每一筆兩千塊 你還要扣掉它兩趴 本席認為 這個就是嚴重違反 公平正義的原則 我們沒有要 截貧繼父啊 這一些已經是貧窮的 辛苦的人 我們在健保費上 不應該 一塊錢都不應該收 這個是我堅持的一個原則 所以上個會期 我也提出質詢 希望我們衛生署 針對這一點 要好好去研議 我不曉得到目前為止 你們研議出來的結果 是怎麼樣 我想代局長代副署長 非常清楚 我們在補充保險費的 扣取及獎納辦法的草案裡面 有增定的一條 就是針對十八歲以下 還有經濟困難者的兼職所得 他的補充保險費的下限 會採取跟一般人的下限不一樣 要提高到 以基本工資的金額作為下限 那麼這裡所講的經濟困難者 就包括了 我們因為在全民健保法 有個經濟困難者的認定辦法 那這個辦法裡面指出 中低收入戶 或者主要負擔家計的 這些人呢 在有幾種特殊狀況 例如說主要負擔家計者 他是死亡 失蹤身心障礙 或罹患重大傷病 這個包括罕見疾病 或患病需長期療養 不能工作 或懷帶六個月以上 或分娩兩個月以內 或入營服役 或服役代役等等等等 各種經濟困難的狀態的家庭 所以这个指标有跟内政部讨论过 就是说目前一些比较经济弱势的 符合也是我们内政部在补助的这些家庭 原则上只要他们打工所得 没有达到基本工资 是一律不扣角的 是这样子吗 我们这个是 这个经济困难是定在 经济困难的那个认定办法 在认定办法在研议当中 这是卫生署自己定的 还是会同内政部一起去讨论 会会同 会会同 本席要求关于经济困难的这个认定 一定要会同内政部 内政部是最知道 我们现在到底全台湾哪一些家庭 其实他是很辛苦的 他是在挣扎的 为了每一天的生计在挣扎奋斗的 这一些是在我们的二代健保改革里面 他们的权益应该优先获得保障的 所以本席希望这个部分 卫生署近期要尽快研议出来 包括未满18岁还有经济困难的家庭 只要他没有达到基本工资 他的任何打工的所得都不应该克取 这个补充保费 这个卫生署可以承诺吗 我想我们会跟内政部在深入 好我想这个署长你要守住 这个不能克的也不能就是不该克的也不能克 这个是我们对于全国的未成年或是弱势家庭的一个最基本的保障 也是我们二代健保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我觉得这个底线一定要守住 另外一个本席想要请教的就是 在我们二代健保里面 本来刚刚那个图表可以再秀一次 我们很重要的精神就是要去扩大我们的飞机 然后希望过去没有克征到的 我们希望在二代健保里面 让他们多负一些责任 对这整个社会的责任 那但是本席看到关于股票鼓励的这个部分 股票鼓励的部分目前报纸上说的是 卫生署倾向是不要克的 可能因为积增成本太高 但是本席会认为 有鼓励所得的人 无论是现金鼓励或股票鼓励 这一些其实都是额外的收入 比起那些辛辛苦苦 他靠实心 他去打工的人来讲 这一些的确是资本利的 那为什么不克呢 为什么不能克呢 署长你要不要说清楚 好那么我来说明 媒体上会报道 卫生署倾向不克 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在预告的这个扣脚办法 是只扣现金的股利 只扣现金股利 现金股利呢 占所有股利的85% 那么现金股利符合我们原来母法上所定的救援扣脚的精神 就是在发育金额的时候 予以扣取的精神 那股票股利呢 当然在上一次我们好像在五月份的 五月份的那个未华委员会 本委员会做专题报告的时候 那么有做了一个做了一个要求 做了一个要求就是说 秉于公平的的那个原则 所以股票股利也要一并研议克征 所以这个已经纳入我们在研议的范围 包括是不是用面额来扣取 对本期会认为 既然上个会期本委员会已经提出这样的附带决议 而且我刚刚一再强调 二代健保如果你做不到公平正义 基本上你会节节败退 大家都各有立场各有理由 所以你应该要去克的 我想他的那个结果不会太好看 因为每一个人都提出抗议 都提出他各自的理由 但是我觉得我们卫生署应该守住一个基本的底线 原本我们法令期待你们怎么做的 就应该朝这个方向前进 遇到困难的时候是要去突破 而不是败下阵来 今天已经有媒体点出来说 我们的二代健保会不会节节败退 我不喜欢这个名词 节节败退 这根本还没上路就已经开始唱衰了 我不希望是这样 但是如果不要是被媒体的这个评论料中了 我觉得我们的执政团队 该硬的时候就要硬起来 就像我们钓鱼台一样 我们就冲出去了 我们的海巡署就是这样子冲出去了 如果它是对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们执政团队要有基本的信念跟价值 我们到底在二代健保 我们在坚持什么 我们要改革什么 这个是要非常清楚的 如果当然这个不清楚的时候 一定会东一句西一句 你大概就整个就溃败了 所以我期许我们署长 我们整个卫生署的团队 在二代健保的时候 要有一个基本的理念跟价值存在 我还是要再重申 如果是弱势的 不能克的 都不该在二代健保当中 拿他们任何一毛钱 但是如果是基于二代健保 公平正义 还要扩大飞机的精神 该去收取的 一分钱也不要让他逃过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拿出这样的魄力来执行 他才有成功的可能 这个是我对执政团队的期许 最后一个我想要请教署长的 我想二代健保 其实有其他制度是非常好的 包括刚刚提到的健保会 其实是扩大成员 而且是让付费者来参加 但是这当中我要特别请教的是 因为儿少比较多是大人帮他家保的 所以未来在这个成员当中 可不可以让一些关心儿少的团体或代表 也同样应该要进到这个健保会里面 去帮我们儿少的健康把关 这一点卫生署可不可以做到 我想这个 整个成员的规划 代副署长非常清楚 那个委员的建议 我们会纳到 因为我们会由相关团体来推荐人选 那么这个相关团体的推荐人选呢 可能将来要复数推荐 因为相关团体非常多 那委员35位 一半 一半大概17 18位左右 好 本期这边是期待 因为我们儿少人口 占总人口数20% 但他们比较不会为自己的权益发声 所以希望未来里面 就是有 是关心儿少团体的代表 好不好 那因为时间到了 我们期许卫生署在二代健保的路上 要持续挺进了 不能节节败退 好不好 好 非常谢谢 一定